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呢 大家都知道她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艳 当然呢 她的歌喉也遗传自她的妈妈 对 而她妈妈可以说是相当优秀的妈妈 因为她妈妈的出现呢 替我们的演艺圈呢 创造了好几位美女 由她们的美女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演艺界不断地掀起了高潮 那就是崔爱莲 还有崔妈妈 欢迎你们 崔妈妈 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芳芳芳第一次见面 对 您好 非常欢迎你 非常欢迎你上我们就再见 崔妈妈也是 欢迎 这个崔妈妈好像有在电视频道 跟大家见过面 但是打扮像今天这么漂亮 还是第一次 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每一次都应该很漂亮才对 每一次都很漂亮 我老妈现在比我还要红啊 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 那巨星 对 看老妈这种身材那你是差太远了 是是是是 还有待加强努力当中 不过崔妈妈今天穿的是非常的隆重 也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知道崔爱莲以及崔台青呢 都非常的会打扮 是不是你们平常就喜欢教她们这些打扮上面的事情 大概喝多喝少设吧 喝多喝少设 我看根本完全就是 我们大家看出来了 崔台青也吧 崔爱莲也吧 打扮的完全可以在崔妈妈上发现影子 这个打扮感觉都差不多 你的意思是什么 相当优秀 玫瑰得业 对 都只穿得非常得体 非常的漂亮 谢谢 不过崔爱莲跟崔台青呢 像她们都这么的漂亮 相信追求她们的人一定很多 那崔妈妈遇到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怎么样排解的 对 因为方妈妈目前都是以棍子来做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您是用污渍冲锋枪了我看的 实在是用爱的教育 但是实在无怒为力 孩子长大了 也管也管不了了 对对对对对 随便她嫁给谁了 不是这样的啦 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很乖 我们也从来不撒谎 而且第一次交男朋友一定带回家的 父母亲从不需要担心 对 她们第一回叫男朋友一定带回家 以后从不都不带了 崔妈妈是这样子的吗 好像是 好像是 那崔爱玲以前小时候 有没有什么惹你生气的事情 不乖你都是怎么样处罚她们 黑嫂我从不处罚的 她们小时候都很乖巧 都不会什么犯规的 这是长大了才犯规而已 那长大犯规你怎么样处罚 还要需不需要处罚 小吴女威力长大 她已经20岁了 超过20岁了 对 长大都是法律来规范 妈妈你规范不了了 犯规都犯规得比较严重 我想请教一下崔妈妈 一般来说 您生这么两位漂亮的女儿 您自己会不会觉得很满意 是 很满意 也可以这么说 除了两位女儿之外 还有没有生其他的小孩 有 还有一个女儿在美国 有三个女儿 对对 那是在你姐姐还是你妹妹 我二姐 你二姐 就是崔台青的妹妹 你的姐姐 三个女孩 那有没有男孩呢 有一个男孩子 电脑公司做事 电脑公司做事 因为她太接触了 本来她自己想来了 后来想说呢 站在八哥旁边 怕我们八哥哥 自卑 所以那还是算了 真的 做人要宽厚一点 有的时候 是是是 对吧 八哥比下去 崔妈妈真的是宅心仁厚 好力周详 谢谢爸爸 谢谢两位崔妈妈 我在这儿我想跟蔡莲要聊一下 就是我们都知道 蔡莲一直要跟杨耀东热恋当中 听说你们在前阵子已经公正结婚了 是吧 这好消息告诉大家 很快呢 我们就要请客了 还是要请 我们还以为逃过一劫 以后还是赖不掉 已经还没有收到一定要请客 对嘛 其实结婚就算了嘛 这种事情 应该是要让大家开心地替我们祝福嘛 其实今天大家讲了大 就开心完了就算了嘛 也不一定要请客 这怎么可以的 因为起码要接受大家的祝福嘛 对对对 而且呢 尤其像八哥哥这么好的朋友 要多多的表现一下 那今天我跟方方现在在这儿祝福你了 谢谢谢谢 下次就不要多 因为还是需要食指上的祝福 哦 当然当然 对不对 方方就不要了嘛 那我就不需要了 我就光去吃就可以了 真的真的 因为她来我的婚礼已经是 这个增添不少光彩 太美艳了 但是八哥哥来了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趁要的杨耀东更英俊 不过说真的 这个两位啊都是歌星啊 我想这个 崔妈妈一定有很好的歌喉 不过据我知道 您的歌喉应该超过两位女儿吧 也不敢这么说 这是喜爱而已 您客气了 客气了 我是业余的又不是专家 他们目前水准也是停留在业余的 谢谢你啊 就因为这样子 你上次这样讲 害我以后上电视都不敢唱歌 哎呀真是的 我们听说崔妈妈唱歌 都是专门唱一些艺术歌曲的 人家感觉非常的专业嘛 崔妈妈随便唱唱 我跟你说 那让崔氏姐妹 学半年的学不会了 那些人要多鼓励才好 不要打击她们 不是打击她 他们才会进步 不让他们才自满的 绝对不是打击 事实上呢 因为我跟我姐姐呢 平常大家呢 以前在电视上都看得到 我们实在太多才多艺了 八哥哥实在的内心呢 感觉到非常的不爽快 因为他除了会耍嘴皮质之外 他还能够表演些什么呢 演戏 演戏我也是一流的开玩笑 哎呀 你为什么要把话说得这么明嘛 是 太过分了 哎呀真的是 哎呀真的 各位朋友 你不会生气 各位观众朋友 我要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说实话 说实话都会得罪人的 哈哈哈哈 嘴翠爱琳 你心记在心啊 下次我大概没有机会 再上这个节目了 不过今天呢 我已经秀得很过瘾了 我很开心 没有说真的 不过你也别很难过 我们居然今天也支持不了 哎 哈哈哈哈 没有我们由衷的呢 欢迎这个 赛琳跟崔妈 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谢谢 也希望今天你们两个 是一起合唱一下好不好 让我们大家知道 为什么崔师姐妹 歌曲能唱这么好 就是因为家学渊源 好不好 需不需要一起合唱 没有 因为今天呢 母亲呢 准备的歌曲呢 我们平常 没有什么太深的研究 所以还是请专家呢 来为我们示范一下 讲 专家就是她 看到崔妈妈这种身材 一看你知道 是腹腔发音的 哈哈哈哈 决定跟Aquila不一样 是微醉发音的 不一样的 哈哈哈哈 那你要唱什么歌 Danny Boy 哦 梁山坡 中英台的主题曲 这是难度非常高的一首 英文歌不是黄梅调 Danny Boy呢 是这个苏果兰的一首 《民谣》 我们今天呢 请专家唱起来 别有一番风味 说不定听了听了 还听出了 羞巴掌 不一定 哈哈哈哈 不过这段歌曲呢 大家可以把它录下来 可以当做 示范教学袋 哎呀 如果你要身像 崔爱莲 崔台青这种 女儿的话呢 你要多听听 多看看 好不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一块来 欣赏这首 Danny Boy 来 掌声鼓励 Oh Danny Boy The pipes The pipes Are going From grain To grain And on the mountainside The summer is gone And all the roses falling It's you It's you You must go And I must buy Oh coming back When summer's in the middle Oh coming back This hushed And wild With love It's our being Sunshine Why in shadow Oh Danny B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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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So I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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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